男子裸著上身躺在水面上漂浮 一路飄啊飄人被往下沖 看似好玩卻也讓人替他捏髮忍汗 因为这水准依规定禁止吸水 我觉得我们大人也要小孩要注意 这比较快啊 那里面有焦头 我们也没看到也不知道 下游的水泥桥面 一不小心就可能撞到 水里还可能有玻璃碎片 这地点就在屏东内浦乡 最近南台湾气温飙高 男子跳下这长一百公尺宽 两公尺的阵沟 大湾飘飘河 不过相关管辖单位提醒 这里没有安全人员禁止吸水 如果发生危险要自行负责 一路就是井工灌溉供水使用 下去的话发生了任何意外的话 要自行负责 而且这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 看似好玩 不过水面下还藏有看不见的危险 如果真的想要清凉消暑 要选安全的地方 游客穿泳衣 普通跳进水里凉快一下 各个带泳圈配备齐全 镇沟内悠游 屏东来意二丰镇是近期游客 细水胜地 二丰镇原本是当地居民消暑秘境 但是近来天气炎热水值清澈 加上水位不深 当地民众还自发维护安全 吸引不少外地观光客 炎热的天气让人难以忍受 民众想泡水消暑 可以去合法的细水区玩水 可不能为了好玩 尝试着另类滑水道 拿生命开玩笑 三地新闻朱俊杰成员 屏东报道